2016年10月22日 编导来到密云区当事人的家中 我们刚刚走进家中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其实老子人家说的很对 咱们矛盾的根结都没有找着 刚走进周家 编导就被屋子里的一大家子人给围住了 刚刚说话的这位是周家的大儿子 我代表我的意见 我不代表别人的意见 而这位则是周家的二儿媳 两位老家在这呢 肯定他们说他这也一定可以 我没骗你 我就是表达我的意见 除了他们 周家父母也都在现场 周家父母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今天大儿子二儿媳都来到父母家 唯一没来的就是家里的三儿子 而让他们一家人今天聚在一起的原因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没到场的三儿子 因为他要卖掉父母的房子 我给你呢 为什么你还要卖了一家 我给你就没听得 我都不卖他卖我的 我就有这意见 由于三儿子要卖掉父母的房子 所以导致一家人如此愤慨 我给你记得